夫人,你马甲又掉了 作者,一路繁花 演播,一念成魔,戴小蕊 后期制作,记 第五百一十三集 大门是门禁似的 他也拿卡 看大门的人抬头看到是他 直接帮他按了里面的开关 一行三个人 或多或少的都有些惊讶 叶师兄收回目光 他没有八卦地询问刚刚那个男人是谁 不过也能猜到 能把饭盒带到这里的人 肯定不简单 小师妹,你有封信到了 什么信 秦染跟他们三个人一起去了地下三层 就SCI的回信 我帮你从门外拿回来了 叶师兄按了下电梯的按钮 你什么时候投的稿啊 这么快就收到回信了 他记得前两个星期 还看见他在写 秦染也诧异 他慢吞吞地拢了拢自己的外套 不知道 运气好吧 没牙稿子 你投的什么稿子 叶师兄偏头 跟秦染讨论 到了实验室 一行人穿好防护服 叶师兄还在跟秦染说论文的事情 听到他的声音 还有些兴奋 左丘蓉扣好扣子 他直接看向叶师兄 叶师兄 你不把小师妹的信件给他吗 叶师兄没听出来左丘蓉的语气 他想起这件事情 对 我还不知道小师妹你论文分在几类了 他走到自己的电脑桌前 打开抽屉 把秦染的那封信 拿出来递给他 快看看 秦染伸手接过来拆开 他慢吞吞地把里面的信件打开 有好几张纸 他随手抽出来一张 从上往下看着 是他论文的原文 身侧站着的叶师兄 看他这不紧不慢的动作 有些认不住了 哪有人手拿SCI论文的信件 还能这么淡定的 他伸手 把秦染随手放在桌子上的剩余几张纸 全部拿出来 又从中间抽出论文分类的纸张 小师妹啊 我帮你看看 你论文在即 叶师兄还挺兴奋的 只是话说到一半 忽然停住 旁边 左秋容虽然在整理手边的实验器材 耳朵却一直在听秦染这边的动静 叶师兄好半少没说话 他不由侧过身来 小师妹 叶师兄举了举手中的信 语气悠悠的 你知道你分在几类吗 秦染正坐在自己椅子上 重新打开电脑 抬头看向叶师兄 目光清了 一类 做研究的人向来淡定 宠辱不惊 叶师兄这会儿 却有些忍不住激动了 他起步走到了秦染桌子面前 把这张纸一把拍在了秦染桌子上 你不是说这是你第一篇论文吗 怎么就直接分到一类了 现在物理界统一陷入了瓶颈气 每年的研究论文说来说去啊 就是那些 有质量的研究报告越来越少 一类论文更是凤毛麟角 能给物理实验室争取来资源的 叶师兄觉得 这小师妹的第一个论文肯定不错 但也是没想到直接分到了一类论文 两人不远处 左秋荣惊讶的 整个人脑子都要炸了 叶师兄还在激动地跟秦染说些什么 左秋荣却没法再听下去了 秦染不但写出了SCI论文 还是一类论文 想到这之前 他还因为自己论文被廖院士夸奖 而沾沾自喜 左秋荣抿了抿唇 直接拿着实验器材进去了 实验室一向很安静 叶师兄声音没有控制 最理层的廖院士自然也听到了 欣染论文被收录 他知道 不过并不在意 廖院士在SCI期刊是有专栏的 他的文章影响因子 达到实的也有不少 眼下听到叶师兄说一类 他也是浪了一下 一类论文 影响因子最少也是能达到九的 物理是个实事求是的学科 能让编辑部给了大版面去宣传 这论文至少会有些新的东西 若是以往 廖院士可能会出来看看 只是此时他却没时间 他电脑显示着聊天页面 廖院士说 百分之五十二 你确定吗 他伸手推了一下自己的金丝边眼镜 原本朗淡的脸也难得带了些情绪 对面回复得也很快 我把实验内容发给你 还有构图 这个好像是你们花果人 我刚从M州研究院找出来的研究 可真行啊 因为你们 物理界要出新一轮大动静了 回复完之后 又很快发了个实验过程出来 廖院士一手按着眼镜 一手看着这实验内容 这上面大多数都是专业用词 他看得很流畅 很快就看到了最后的实验论证结果 百分之五十二 转化率过了百分之五十 廖院士从头看了一遍 然后猛地抬头 把这份文件打印出来 直接在反应堆上 再次添加实验 外面 叶师兄感叹完秦冉论文 就做起了正事 小师妹 我们把今天上午的反应堆 研究结论写完 实验室分成了两部分 秦冉叶师兄总结研究结论 里面 廖院士在做百分之五十二 反应堆的能源利用率实验 晚上十点半 叶师兄把最后一份数据 传给了秦冉 小师妹 我记得你住校外吧 他低头看了看手机上的时间 十点半了 你先回去吧 秦冉把电脑盖子合上 他抬头 望着实验室的天花板 脸上露出有点烦躁的表情 把拉链一拉 背包利落地往背后一甩 礼貌地跟叶师兄告别 研究结论还有一点 我明天弄好 星期一再给你 两人道别 叶师兄也没有马上走 他靠着自己的桌子坐着 看着玻璃窗外 秦冉已经换好衣服离开了 他背影轻瘦 就是还能看出来点烦躁 是被之前那乱七八糟的 记录表格给翻的 若不是认真看完秦冉 一点一点把数据整理好 叶师兄有些没法相信 他能有这么耐心的 叶师兄收回目光 又捏了捏自己手腕 才往实验室里走 实验室里最里面一层 左秋荣还跟廖远师在研究实验 两人表情都看得出来激动 廖远师 实验室有新进展了 叶师兄看向廖远师 实验室安静 廖远师嘴边难得带了一丝笑 没错 写出这个研究的人 我去问他们 有没有对方的联系方式 廖远师走到自己的桌子边 拿了手机 左秋荣不由转身 看向叶师兄 叶师兄 你一个下午 加一个晚上 都在跟小师妹 写研究结论 不知道物理界 出了反应堆 利用率的新数据 52%的利用率 里面对器材压缩空间 进行了整改 叶师兄 你错过了廖远师 下午和晚上的实验过程 真是可惜 他的语气听起来 十分推崇 说完之后 他淡淡地看了叶师兄一样 实验室内 谁也不想错过 一级研究员的 新型实验研究 然而 左秋荣却没在 叶师兄脸上 看到半点暗淡 叶师兄越听越觉得 左秋荣说的内容 有点耳熟 他一连处理了 十几个小时数据 此时也有些头晕了 捏了捏眉心 说 师妹啊 你能不能把那个实验 给我看看呀 左秋荣拿了几张纸递过去 叶师兄从上往下看了一眼 验证了自己的想法 左秋荣一下午就没出来 也不知道是出于什么心理 没告诉外面两人 廖院士手里有了心理研究 廖院士也忙着自己的研究 两人忘了秦染的一类论文了 只有叶师兄 从头到尾看了秦染论文 看完左秋荣递给自己的纸 叶师兄脸色有些怪异 左秋荣一直对秦染这么忌惮 叶师兄现在能理解了 小时妹 确实可怕呀 他看了眼 正在拿电话的廖院士 不由张了张嘴 廖院士 您不用打电话了 听众谢您的收听